汹涌澎湃的大洋上 海军官兵 勇力朝头 逐浪前行 扫寒就是处增 下前了就是战斗 人家都说我们 舰载机飞行员是 刀尖上的铺者 我觉得它更像是 航母上的一把利剑 75年波澜壮阔 人民海军挺进身篮 图写出一曲曲 强军战歌 深海潜行28年 当我第一次看到浪报 就将自己交给了他 看见这些机器架架 在甲板上降落的话 自己就是油然的 这种自豪感 怕的是将来去见识 我们更多的好 人民海军终于到 渐行万里不民航 人民海军成立 75周年之际 军事纪时 倾情推出 三集特别节目 批波展浪向深蓝 敬请收看 本期播出第三集 奋飞向战的海空猎手 舰载战斗机 是航母核心战斗力之一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在刀尖魔力尖刀 在远海数位空天 每一次起降的背后 都承载着飞行员们的 苦心钻研和严苛训练 2024年4月23日 是人民海军成立 75周年纪念日 记者走进海军航空大学 某基地和南部战区 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 去探寻飞沙勇士的成长故事 追溯海之翼 在新时代海军建设的 壮丽航程 节奏太紧张了 康城是海军航空大学的 一名飞行学员 刚刚结束飞行训练的 他来不及休整 便迫不及待向教官请教 交终于都是好的 你加一点 加一点 结果那时候晚上走 然后不高 你就加 不高就加 那个优门 接连几天的飞行训练 康城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让他内心隐隐担忧 因为第二天 他要迎来第一次单飞考核 这是他能否成为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 关键一步 2012年11月23日上午9时 一架歼15舰载战斗机 在航母辽宁舰上 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 开启了人民海军舰载战斗机 飞行人才培养的崭新航程 然而 现在级飞行员的淘汰率非常高 如果技术不过关 则会面临停飞 第一次单飞考核即将来临 康城的压力也随之袭来 如果发飞不好 他很可能离自己儿时的梦想 越来越远 这是在我六岁的时候 当时上一年级的时候 我去拍照片 有老板问我的梦想是什么 那时候我就毫不如意地跟他说 我说我想当一名飞行员 我舅舅之前就是空军 他从小跟我说了好多 关于飞行员的故事 我当时就觉得飞行员是一个 很酷 很帅气的一个职业 所以我从小就很向往 去当一名飞行员 也向往飞上蓝天 就真正地去看一看 为了这个儿时的蓝天梦 康城一直在暗暗努力 他经常挑灯夜战 研究学习 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还要在这儿练 对 把这两天飞行中的一些问题 我再模拟一下 对于第二天的单飞考核 康城不敢有一丝懈怠 因为他深知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要面临的挑战有多大 我们学员今天是单飞前的考核 尤其要放平心态 防止操作动作变形 过度紧张 这一天 康城终于迎来了 他飞行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 要去考核了是吧 对对对 心态怎么样 还可以吧 加油 加油 那么这一次 康城能顶住压力 顺利完成自己的蓝天成人礼吗 计时起飞 摩尼在航母上逐渐的这么过程 那么就这么一圈一圈的 每一圈都给你打分 你平均分数要到了2.5分以上 你才算考核通过 就在航尘飞到第三圈降落的时候 突然受到了侧风影响 侧风18秒 侧风 明白18秒 就是通过 当时我注意分配在其他的地方 没有发现这个风突然间的变化 就一下风也变大了 风向也变了 我的飞机就吹到了另一边 舰载战斗机降落有着严格的要求 哪怕一丝拼插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整片这个海域上 只有航母上30多米的甲板 能够让我们去进行着陆 我们的飞机就有10多米 不一定你的气象条件是好的 不一定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大浪 突然间航母就起来了 我突然间航母就下去了 你不能保证你每一次的进进都是好的 那么你就要做好付飞讨厌的准备 注意侧风的影响 判断好进入早晚 明白 因为我是第一次弹飞 可能我心态还是比较着急的 想马上修过来 反应需要更快一点 利用剩下仅有的这么一段的下滑道 让它赶紧修到这个中间 中线 凭借机敏的应电能力 康城及时修正了飞机姿态 电的位置好 往左来一点点 OK 后面的飞行 康城已稳定地发挥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单飞考核结束后 康城难掩心中的喜悦 教官李明早已等候多时 飞得不错 最后你啊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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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飞得怎么样 感觉还不错 虽然中间有一点小差异 但是结果很满意 它当时就是车风突然增大了以后 它飞机状态有点不稳定 当时后面通过它的处置都很完美 结果还是不错的是吧 结果还没错的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 还激动 人家都说我们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武者 我觉得它更像是航母上的一把利剑 能够在我们出远海闯大洋的时候 能够直查敌人的心脏 近年来 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加入舰载机部队 他们经历一轮轮筛选和淘汰 一步步圆梦海空 而在他们成长的背后 还离不开飞行教官们的轻心付出 这个站在跑道上不停给飞行学员指导的 是海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官李明 此时的他正担任着着剑指挥官的角色 因为飞行员在驻舱里 他能收到的信息是很少的 他对于整个航母在海上的运动的一个趋势 包括他对海上的气象 他是不是那么掌握的 这个时候LSO 他对这些方面是掌握的比较全面 他能够给飞行员必要的提示和帮助 然后飞行员和LSO共同来完成这个安全快速的回收 战机着剑时 着剑指挥官会对飞行员发出指令 指挥引导飞行员在航母上精准着剑 这是具备着剑资质的优秀舰载机飞行员 才有机会担任的 李明曾驾驶飞沙完成战备训练任务 荣立一等功 担任舰载战斗机飞行教官五年来 他不断给飞行学员传授成熟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专业知识 回想自己成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初始 那是八年前 李明当时还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一六年我们在西藏出差的时候 就接到了海军选拔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这个通知 当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飞行员还是有那种比较喜欢挑战一点 比较喜欢那种高难度一点 让李明没想到的是 刚改装舰载战斗机时 他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你在空军飞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飞行员了 都有自己对飞行的理解 都有自己很成熟的一套操纵的习惯 然后来改装一个新的机型 它是一个全新的方法 就像对以前的那种认知 是一种颠覆的那种感觉 一切从零开始 李明苦心钻研最终取得了教官辞职 如今作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教官 他甚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作为教官这个身份 他主要是 开养学 把自己所学的东西 所感受到的东西 完完整整地灌输给他 让他尽快地成熟 尽快地形成一名战斗员 能在远海大洋上 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对于飞行学员来说 飞行教官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在一次飞行训练中 李明和学员就遇到过极端天气 那天就是遇到这种条件 有很多低云 有很多的水气 能见度变化得比较快 当时我带学员 执行特技的训练 我们给定我们的空域 离本场会比较远一点 回收的时候 就是最后一架 在返回途中 天气越来越差 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当时下滑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 整个人掉到了一个澡堂子里边 就全是那种水气 什么都看不清 你能看到的 只有座舱里边的仪表 数据的一些显示 紧急时刻 李明保持冷静 不断指导学员操作飞机 要完全地相信仪表 让仪表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不要随意地抬头 就去看跑道 或者看外面的情况 继续往前飞 和一公里的时候 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跑道头 这时候心里就有底了 可能学员也是这种心情 由于深海大洋的气象环境 复杂多变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必须具备应对各种极端天气的能力 这也是李明作为教官 必须给学员传授的经验 经过这么些年的 一步一步去探索 去摸索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的积累 现在就有一套比较完善 比较很体系的这种培养模式 现在生长期吧 它现在的培养周期越来越短 培养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康城他们这一批 就会很快地完成坐舰认证 多年来 海军航空大学向一线作战部队 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这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们 将在新的站位守护海空 这些舰车就会退出了 南部战区 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的年轻飞行员徐悦 刚刚进行完夜间飞行训练 高中毕业后 徐悦通过海军招飞进入了海军航空大学学习 如今他从当年的稚嫩学员 已经成长为一名叱咤海天的战斗员 经历了重重挑战 在一年前取得夜间拙舰资质认证时 徐悦曾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我第一次取得夜间资质的时候 前两次的飞行不是说特别的顺利 要崩溃的一种感觉 整个航母的运动超出了我之前能预知的一个范围 发现自己的操纵动作跟不上中线的移动的速率 飞沙逐舰瞬间 时速高达数百公里 而有效逐舰区域的长度 仅仅是36米 复杂海矿导致航母甲板出现明显摆动 这不仅会影响战机精准着剑 一旦发生危险 舰载战斗机 甚至会成为砸向航母的一枚炸弹 夜间在这个辽阔的大洋上 基本就只能看到三条灯线 只能说有一条跑道在那里等着我们去降落 航母在海上航行 从空中看只有一枚邮票大小 而在暗夜环境下 找到这枚小小的邮票 更是难上加难 对自己的操动来说 一是要快 第二个就要精准 徐悦顶住压力 最终完成了夜间着剑资质认证 但那一次经历 也给他带来不小的心理负担 一直到着剑下飞机之后 我自己都没有缓过这个进来 然后之后每一次这个夜间着剑 我的心里都会不断地反复出现 我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 这个偏差的一个印象 从那时候开始 徐悦更加刻苦钻研 化压力为动力 因为他明白 只有一次又一次与风险擦肩 一遍又一遍在刀尖上历练 才能积累成熟的经验和技术 在云海大洋上搏击战斗 这些年吧 拍了不少的这个视频素材 也是为了记录我们的生活 记录我们的飞行 记录我们的成长 为我们后面提供一些回忆吧 南部战区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 特级飞行员王中元 平时喜欢拿起相机记录美好 殊不知 他虽然看上去比较文艺范 但在飞行上却是个狠人 就在几年前 王中元曾遭遇过外国战机 直接就是拿火空雷达 等于四打二嘛 他们觉得就是有优势嘛 这时候就是拼这个决心 和拼这个意志的时候 面对外机的挑衅 王中元和战友毫不畏惧 他们这个不断地进行这种挑衅 这种火空的这种锁定 等于是一种威慑嘛 我们做出我们应有的这种态度 驱离 当时他们看到我们 因为飞行员有飞行员之间的语言 通过我的机动 他能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飞行员 所以说他们也就走了 在遭遇外机的那一刻 王中元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担当 飞行员一上飞机的那一刻 什么风险啊 什么这些都不在自己脑海子 空中就是如何击杀敌人 这是要考虑的 正是这种拼劲 让王中元一直没有停止追寻飞行的脚步 他改装了歼15舰载战斗机后 继续在海防阴线位战而飞 发挥出海空猎手的威力 为了轰轰烈烈的舰载战斗机事业 很多飞行员都义不容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南部战区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的飞行员王陆 就有着戏剧性的经历 从空军飞行员到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 再到舰载战斗机飞行教员 最后成为一名奔战在一线的战斗员 每一个阶段都充实而饱满 在我的认知里 教官是一种把自己的能力交汇到学员 通过学员来实现自我价值 那么战斗员又是通过自己的能力 和这个现代化这个武器平台 融为一起实现自我的价值 两种方式虽然不同 但是同样都是为我们的战斗力生成 天砖家网 近年来 海军飞行员队伍正澎湃出强劲的活力 一匹匹海空胶泽 羽翼见风 正无意之知离闲之间 飞向更远的海 飞向更深的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